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上一束鲜花或制作一个特殊的花篮来代表祝福 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台北花园艺术总监林慧李 林老师来到现场 教教我们用一点点的小丝我们自己也能够制作特殊的花篮 欢迎我们的林老师 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林老师可以讲是花艺界的台湾之光 然后也是担任这一次台北花博开幕式整体执行计划主持人 您就是在从事花艺的工作非常多年 我们先来聊聊看就是老师你觉得花艺如何来丰富我们的人生 其实花其实因为有生命力的关系 其实真的在家里面只要有一朵小花 其实不用一大盆花 其实你整个氛围就会完全不一样 那可是当然有些人觉得养花麻烦 插花麻烦 可是真的只要一根草 一小片叶子 其实也会把那个氛围表现出来 是 当然在过年的期间有些花花草草就会觉得年结的气氛是特别的好 待会我们慢慢再来问老师 因为有时候一些花的保养我们有时候不知道 其实我们常常看花店 那花插下去可以保存好久好漂亮 我们拿回家没两天它就臭掉烂掉 其实有很多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会保养的关系 对 不过我们一开始先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个第一盆花叫做什么 好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这个比较属于浪漫的紫金色系 因为是年结的关系 所以我们利用牡丹菊 然后用紫色的结梗 那最近的结梗真的大到很像一朵玫瑰花 这么大 相当漂亮 对 以前结梗都小小多 对 然后最近台湾的农民真的很厉害 现在结梗其实都有到日本外销 对 那所以日本人其实也很喜欢台湾种的结梗花 好漂亮 然后这是乒乓菊其实很可爱 以前大家的人就觉得菊花好像是很普通的花菜 而且是觉得好像在喜气上面 对 我们通常是祭祖的时候比较会用菊花 那不过现在改男以后 其实有的像冰淇淋一样 有的像乒乓球一样 所以现在年轻人也非常喜欢用乒乓菊 当然菊花在中国的意味在过年来说的话 它有长寿的意识 是 长寿菊 长寿菊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乒乓菊 还有这个紫色的牡丹菊 那这个紫色牡丹菊 其实它是用染色的技巧去制作出来的 所以相当持久一个花菜 好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可爱的 樱桃萝卜 是 好 一个好彩头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们先开始来插这个作品 不过老师 像通常像菊花这个部分 菊花的根就是比较容易烂对不对 对 皮的那个部分 然后它叶子比较 吸水性比较不好 对 好 那比如说像有时候 现在也非常流行就是盆栽跟切花来做组合 所以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拿到小盆栽 其实你也可以类似像这样很简单的 从底下 利用两支铁丝 或者是你也可以利用竹筷子插进去 就可以固定在你的海绵上面 好 好 然后你可以找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中国的篮子 那其实它是装这个糖果的篮子 然后我们把它立起来 把盖子也做装饰一下 然后比如说你可以贴上一点福啊 金啊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就把你的这个小菊花给插上去上面 好 好 然后其实插花很简单 很多人会觉得好麻烦 其实你只要把篮子填满 就像你在放水果一样 把这个水果的感觉把它放满就可以 这样子就已经很漂亮 就很漂亮吗 已经差不多 其实真的很简单 其实真的如果在家里面如果有空的话 真的过年不妨试试看 然后客人到家里面来的时候 也会很开心看到你自己插的盆花 也可以介绍一下 所以我们尽量在插的时候 要把叶子稍微去掉一点 对 对不对 那原因是其实因为叶子 它有时候细水性并不是很好 它不要因为冷起它 对 然后如果这个烂在旁边的时候 有时候这旁边 因为台湾比较潮湿 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发霉的情况 然后反而会影响到 其他花的一个新鲜度 所以会建议大家说说 稍微把叶子清理干净 那另外这样子把它清理干净以后 它的水分才能抽到花上面来 对 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有些花没有吸到水的感觉 是 所以我看老师都有用这个 像美工刀的这样子的东西 把它就是 是把它的底弄得比较尖一点 是不是 对 比较好擦 对 那一般其实有些人说 他们是不是这个花店的设计师 是不是耍帅 用刀子这个插花 其实用刀子插花 其实对花的这个新鲜度 会比较好一点点 对 因为用剪刀 因为它比较利是吧 对 用剪刀的话 我们是把纤维剪扁了以后 才插进去 那刀子的话会把它的切口 就是吸水面 会用得比较 净一点 平整一点 所以我们再加自己慢慢试 这个因为当然用刀子 是比较危险一点的 好好看喔 其实这个我们只要掌握住 在这一盆来讲 我们只要掌握住三个原则 一个就是大红色的萝卜 通常然后再来就是一堆 紫色的花 然后再加上一些绿色的 好 那像这些紫色的感觉的花材 其实会比较适合 就是比较神秘一点 然后比较桂细一点的感觉 那么加上这个万代兰 兰花式可以比较久一点 对 然后像我们兰花的用法 其实也可以类似像这样 一朵一朵的 你可以利用塑胶水罐 然后加上竹签 然后可以让花给表现出来 好好看喔 好 超美的 你会不会在家里插花货 有耶 我很喜欢 可是常常就会浪费很多花 不会啦 因为会觉得 它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好像用哪一边比较多 哪一边比较少 或是什么 其实有时候插花 简单在家里面插花的话 其实你只要把它插得很饱满 然后看起来就很漂亮 所以其实多出来这些叶子的部分 对 也可以把它夹进去里面 对 其实都可以非无利用 好 大概类似像这样 哇 好漂亮喔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浮身紫器 对 全部都是紫色的 非常漂亮 而且在年结的时候 哇 而且很多东西 像比如说这个篮子 我们通常以前 人家送我们的一些东西 就可以把它留下来 所以可以拿来利用 对 那当然像 这个是比较中国式的篮子 如果说家里面 比如说一般有些洗汤 或洗饼的时候 对 有些圆盒子 比如说红红的 然后有时候是粉色系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 稍微装饰一下 也可以拿来利用 对 所以我们只要把 第一个防水的 那个部分 对 锅子稍微把它放在底下 然后就把海绵放进去 就可以稍微装饰 那有一些盒盖 其实也很漂亮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 把盒盖也用进去里面 对 这个其实有时候在家里 废物利用一下 不一定 一定要再去买一些新的 那像老师 这样子的花材 做好了以后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 里面的像这个是 吸水棉 对 那吸水棉这样子 我们平均多久 我们要浇一次水 大概三天 加一次水就可以 加一次水就好了 对 然后这个萝卜呢 因为萝卜 我常常买回去 我不知道该不会加水 不加水 它就开始越变越 好像那种凉起 可是加了水 它又变成发霉了 你知道吗 其实萝卜的话 大概一个礼拜 加一次就可以 对 然后在土的地方 喷噬一下 真的怕它烂掉 对 所以稍微 那叶子其实 它会慢慢长出来 这个萝卜最重要 就是在这个叶子的部分 就是一定要它 这个漂漂亮亮的 对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第一道花 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 先来再请我们这个林老师 来教我们第二道 好不好 第二道是更特殊一点 就是利用水果 然后跟花 来做一个结合 因为通常呢 一般的朋友 收到花一定是 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但是呢 能够有吃的 更好了 对不对 好 尤其这个在年节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 送了很多的水果 其实自己有时候吃不完 然后自己吃不完呢 然后送给人家 有时候会觉得 没有一个漂亮的礼盒 又嫌小气 对不对 那我们如何把 就是一些花材呢 跟我们这个苹果 能够来结合一下 来 老师来教我们 好 其实很可爱的 我们准备了一个 这个亚克力的一个盒子 其实就像制五盒一样 其实呢 如果花卸掉 苹果吃完了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作 一个书本的一个柜子 也可以 那其实很简单 我们当然里面 因为待会要插一点点鲜花 所以我们有加上海绵 然后在上面 我们就直接 因为苹果是要拿来食用的 所以也不要加竹签 你就直接给它放进去里面 好 那当然苹果 看你要放多少的 就看你的数量 那我们今天放了八颗 就是发财的一颗 是 好 然后一样 也是菊花 为了让它洗稀一点点 好 因为最近的菊花 都圆圆饱满 是 饱满的 所以感觉跟这个苹果的 这个感觉很类似 所以我们今天就 也是用牡丹菊 是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 这个年节喜庆的时候 还是可以用菊花 对 但是就是不要用到白色 对 跟就是完全就是那种黄色的 或是像以前那种 比较不是圆满的那种 一看就是很菊花的菊花 对 现在改良品种相当多 是 以前时候菊花 看起来不像菊花的样子 然后当然年节期间 还可以用康乃馨 对 也可以用康乃馨 原因是因为年节期间 因为其实这个花材 要比较持久一点点 因为通常我们过年五天 都待在家里面 所以有些花 像玫瑰花的话 可能大概三天到四天 开始就标些 那像康乃馨 可以维持十天左右 对 所以可以利用一些 比较持久的一些花材 好 这样花期可以观赏久一点 那苹果也不用马上把它吃掉 对 好漂亮 好 然后 当然颜色色系上面 我们用的比较喜气一点点 那其实所有的花材 真的不是很困难 不要差得比水果高 每一种花材 你大概减个十公分 跟苹果一样高就好了 然后其实有点类似 像碗色彩 最近的花艺 其实当然并不是 差这种东洋味 要注重线条的 其实你可以把花 当作一个调色盘 然后一朵一朵地 把它放在 你想要的一个区块里面 我觉得就是颜色的搭配 对 颜色的搭配真的就是 真的是很难 因为像这个 你看有红色 然后有一些粉橘 然后桃红色 这样全部搭在一起 就好漂亮 因为有层次的感觉 然后其实在这个黑色的花期 其实我们为了掏洗一点点 我们旁边就是用一块中国布 其实就是布市买一块中国布 是 然后利用双面胶稍微把它 把它贴一下 黏住就可以 或是以前就是洗饼 其实也都会有这种 对 漂亮的一些缎带 什么都可以拿来利用 平常我们都可以把它留下来 好 没想到机关花耶 好漂亮 也变得很有气质 对啊 通常也觉得机关花很少 会拿来插花 可是现在这个机关花 尤其在冬天 这个毛茸茸的感觉 对 比较有这种冬天的味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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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那可以摆一些比较低的位置 然后就是竹子把它染金色系 然后我们用一个铁丝 用一个竹棒子 你可以用竹筷子 然后这边当然有铁丝的地方 你可以用一个小红缎带或中国布 稍微把它装饰一下 我们通常会觉得竹子都要直着擦 现在这样盆着擦 好好看 颜合 对 然后有铁丝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调一点点角度 然后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 去做一个表现 这个像其实我们的妈妈朋友们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初一十五 拜拜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对不对 神明惊喜一下 水火的拜法 没有 花也有了 对不对 水果也有了 非常漂亮 这就是我们这个 你看水果跟花艺的结合 这个我要是你的朋友 我要收到这个 我不知道开心多久 谢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继续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好 我们看到现场 真的是花团景处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现在请这个林老师 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其实刚刚我们用的一些 当然有方形的 然后但是这个不太一样 这个也是方形 但是它是立起来的方形 对 这个叫做桃金新年 对 那其实为什么要叫桃金新年 其实最近有很多女孩子 在家里面 其实不喜欢摆大红色的花材 反而喜欢找一些粉色系的花 那当然为了让它有年纪的切分 所以我们用粉跟桃还有金 就是桃金桃金的意思 真的意思 所以其实粉色系的花材 最近在过年也相当流行 以前都买红的 可是最近客人 好像是因为景气不好的关系 大家想要讨个喜 让它掏金掏金以下 睡眠过年这个玩游戏的时候 会赚一点小钱也说不定 所以今天这一盆是粉色系的 然后再加上桃红色的腕带来 然后我们在里面也很可爱的 金色系的元素是利用小元宝 做一点点装饰 其实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常常在讲这个硕大便是美 很多东西全部都集在一起 小小的一堵一堵的 这样就很漂亮 可是一定人家讲说万绿 从中一点红嘛 对 我们不管在这个粉红色当中 也是要有一点重点的 对 就像我们在穿衣服 有时候会打一个丝巾 然后带一个小别针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稍微 利用像这样的方式 稍微在花材的运用上面 可以布置一下 那同样的我们在花器上面 其实是咖啡色的花器 其实可能是整年度都可以使用的 比较自然并不是那种金啊 大红色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中间 绑一样小小的缎带跟腰带 让整个咖啡色这种 比较好像朴实的一个感觉 又加一点点桂气的效果 对 而且这个是很有中国风的感觉 好 接下来来介绍这个 我们想这个三盆 都是方形的 都是方形的 像这一盆 这边真的就比较难 比较少看到 通常我们就觉得花器 好像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以前会觉得花器 就是一个装花的一个容器 可是现在这个 你看这个花器 这个感觉像觉得 我家里好像有一个大金砖 在这里你知道吗 好漂亮喔 对 其实它上面 也是用金箔贴的一个花器 是 然后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家里面 真的用金箔自己练习贴一下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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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这上面使用的是 一样是这个豪彩头 樱桃萝卜 然后两个小元宝 然后花材部分是拖鞋蓝 好可爱 好漂亮喔 很可爱的 它的嘴巴真的 像两个小拖鞋一样的感觉 所以相当 这个讨喜的一个花菜 是 这个比较少看到 就是说 在过年的时候 用比较这种 比较轻雅 淡雅的这个颜色 对不对 其实这个东西 可以给大家一个发想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子的 花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找一些这个 像年节的时候 有很多这个金色的纸 或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 就是用 怎么讲 包装一下 对 或是我们会有一些纸箱 或什么 你把它变成 感觉上像这样子 对 而且 也是另外一种发想 像这个作品 蛮适合放在像书房 对 然后比较中心点 像刚刚的粉红色 就比较华丽一点点 可能摆在客厅的地方 是 然后你可能比较 优雅的空间的地方 你可以摆这种 像拖鞋栏 然后两只小片的叶子 这样出来 感觉还蛮有残意的 是 或是在家里面的玄关 对 摆上了真的也是非常漂亮 就是你 或是摆在你们家门口 人家一到你们家门口 就知道 你是个有产意的人 肚子里是有东西的人 有个金砖在地上里面 真的 好 来我们看看中间这个 中间这一本呢 其实看似很简单 它全部 都是这个郁金香 对 那这个其实是利用 这个绑花束的方法 用切花的一个方式去制作 其实真的很简单 其实你只要买一把花 然后就这样给它绑起来 可是最重要的是 要把它转一下 就是这个部分 每一个角要把它弄得很漂亮 不过 当然泡在水里面的 这个都不能有任何的叶子 不管你是用玫瑰花绑成一束 或是用结根绑成一束 或满天心都可以 不过最主要 泡在水里面的 这个根部的这个叶子 都要把它拔干净 水才比较不容易臭 是 而且我看老师讲 这个是用像草绳 对 它可以草绳 然后自然的草绳 把它稍微固定一下 是 然后直接找一个适当的花器 就把它摆下去 对 不过在这边有个疑问 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说 通常像这样子的 透明的花 这样子的把呀 想念当的花 就像这样子的 愿闭牛 这么快 我经常会 这边 你 这边 就说 就是 好的 好 小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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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厉害 对 而且越来越大多 对 非常非常地漂亮 那像这个竹子 竹子它会慢慢会变黄對不對 对 那有办法延长一下它的时间嗎 其實當然竹子還是要讓它吸水 吸水要饱满 吸水要饱满一點點 那如果說竹子变黄 其實它有变黄漂亮的感覺 其實也可以把它拿來當沾照來使用 這是十足 對 十足 我是常常去逛花式的 等我等我 我沒看過這個耶 這個 這其實它跟康乃馨的梗子還滿像的 很多人就覺得好像是綠色康乃馨 如果看它的葉子的話 是 其實綠色十足 然後它的花期可以維持三個禮拜 這麼久 那雖然它的價格比較貴 不過看它的 以時間來說的話 它算是還滿划算的 對啊 一隻花可以維持三個禮拜 甚至一到一個月的時間都有可能 拿一把回去耶 擺一個月耶 對不對 好 然後春藍葉 其實有時候花也可以像這樣 按摩一下 讓它QQ的 像燙過頭髮一樣 像髮捲一樣 然後當然最好是用手指頭 稍微去捲一下 因為我們手指頭比較軟 如果你拿個筆 硬硬的去壓它的話 反而會傷到花 然後你就像這樣 輕輕的加幾個 就有經過設計的感覺 就覺得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對 其實真的就很簡單 就真的好像在幫它上髮捲一樣 然後捲一下 然後用手指頭上下左右 稍微捏一下 然後再把它彈開來 好 好 類似像這樣子 好 那其實當然在餐桌上面 如果你有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小小的空間的話 比如說圓形餐桌 其實你也可以再準備幾個小的 然後譬如說把它成列在旁邊 對 然後主管其實你也可以把蠟燭擺進去裡面 當作小竹台也會很漂亮 所以可以類似像這樣簡單的成列一下 然後多擺幾面鏡子在底下 就是一個很時尚的一個設計作品 而且這個竹子 其實因為它也不會漏水對不對 對 所以說像老師 像這個它這個就是說因為它有竹節 對 你也可以把花擺進去裡面 裡面它就可以不需要竹節 因為它從裡面就可以吸水 對 那如果這樣的話就可以把這個竹子 也當成一個花器 對 然後比如擺在小書房或小空間 或洗手台上面 你也可以擺一個小竹節當作花器 是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你看過年的時候這樣看 也非常的典雅 對 所以老師在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竹子 還可以跟其他什麼樣的花材 還可以再配在一起 譬如什麼樣的顏色 因為通常我們會覺得 老師這樣子的感覺是真的 就是 時尚感 對 時尚感非常非常重的 對 但是如果說我們這個婆婆媽媽們 想要在這個當然過年的時候 當然有一些花可能還沒有卸掉 然後漂亮的一些花 然後放在這裡面 會不會有慫的感覺 如果把紅的 其實不會 其實因為只要竹子 本身是自然色系的 那其實自然的東西其實很好玩 比如說綠色的東西 其實你去搭紅的紫的 任何一個顏色 都會很漂亮 對 那除非你把這個竹子 吸成紅色的 那你可能就只能搭配 紅色系的花材 那不過像如果它乾燥以後 變大地色系 咖啡色系的話 其實大地色系也是 什麼東西都可以配 是 對所以其實原色是最漂亮的 那以後再怎麼樣去利用的時候 用任何的花材 或者是像這個架貨 流下來以後 乾了以後 譬如說過年真的 就像你講的蘭花 可能只剩幾朵掉在那邊 那你就可以把它拔下來 放一放也是一個很漂亮的餐桌花 對 就像我們那一般的 你看一整顆的這樣蘭花 對 有的時候因為它太成熟的時候 就剩了兩三朵 對 一朵一朵的掉下來 那掉了又捨不得丟 對 對不對 該怎麼辦呢 就可以放在這個裡面 對 然後這個竹子呢 如果真的乾燥到 你不喜歡那個顏色之後 其實漆上金漆 對 金漆也很漂亮 也是另外一種 對 而且這個 如果這個過年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拿著這個竹筒 先小喝兩杯 之後然後再來當花材也不錯 然後當花擦得更漂亮 對 那在這個我們再問一下老師好不好 像我們通常在過年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擦的是劍蘭 那劍蘭好像不太好保存 感覺上它是覺得 好像跟郁金香的意思是一樣 對 它們是屬於就是比較軟的 對 然後它會就是長到一部分 它會 彎掉 對 整個彎掉 所以我們該怎麼辦 因為有時候 它這樣一直開一直開 開到最後其實還有花苞在 對 但是沒有辦法讓它全開 其實劍蘭上半段的花苞 其實最好你其實先把它拔掉 大概十公分左右 對 你說在前面還沒開的時候 對 最前面 你開的那一當下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大概十公分的地方 你就把它拔掉 就把它折掉 因為上面太小的花苞 它其實是不會開的 那如果你把它留在上面的話 反而它會多吸收很多的養分跟水分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拔掉 先折掉以後 那下面這一段它就會完全盛開 一直開到上面來 那有些時候是因為上面這一段的養分還在 然後你又要顧上面下面又要顧 所以變得好像養分不夠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上面稍微拔掉一點點 OK 折掉大概五公分到十公分 是 然後葉子也要清理乾淨 是 所以我們其實常常回想一下 我們到最後折的都是上面那一段 對不對 折下去 然後折下去下面都也卸了 把上面那一段拿來擦在瓶子裡面 它也不開 也不開 所以那個本來就是不會開的 對 沒辦法開 是 好 這一段當然介紹了那麼多那麼多的花器 給大家 還有這些花材 其實大家可以稍微這個創意一下 其實每一樣的東西 其實你都不會 因為常常人家會說 人家是老師 對不對 人家非常厲害 我們怎麼可以 其實把一些我們在過年的時節 其實也有很多人會送花 我們也有很多的花 然後這些花我們拿來利用一下 然後找你們家的一些不要的餅乾盒 或者任何一些可以裝水的一些這些容器 我們通通都可以拿來設計一下 弄一點巧思 不然這個到最後以後 只會看花 然後也不知道欣賞 然後到最後萬一老人痴呆症了怎麼辦呢 我們要動動腦對不對 除了打牌之外 OK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繼續 歡迎回到樂和在人間 好 這個年都還沒過完 但是情人節又要到了 情人節也就是送花送禮物的好食節了 我們在這邊請一下這個林老師 來介紹一下這個情人節 我們一般要送你們情人什麼樣的花 情人才會最高興 好 那當然情人節 剛好今年遇到這個過年 對 那所以一般情人 大部分我們都會送到辦公室 都會以花數比較多一點點 送到辦公室 對 可是可能今年大家都還沒上班 所以我們設計了幾款 就是可以擺在家裡面 可以利用像把它當作穿這花來看 然後或是擺在玄關的地方 所以有幾個是利用作品 用插座的方式 以往都是花數 那麼我們今年比較特別一點 有一些花座的送到家裡面去 對 那像這一盆的話就很可愛 其實 浪漫喔 對 非常有這春天的感覺 因為過完年後 可能你也想要看一點點 比較清爽一點的顏色 所以我想說在初五的情人節 當天我們會準備一些 比較有春天氣息的 像綠色的袖球花 然後白色的玫瑰 然後翠綠色的這個拖鞋籃 然後還有這個翠珠也是春天的小花 對 這是什麼 好可愛喔 對 翠珠很可愛喔 像花邊花一樣的 像一個蕾絲的感覺 而且像縮小版的這個 繡球花的感覺 對 然後相當多朵 而且相當持久的一個花菜 對 也很持久 對 也很持久 OK 像剛剛講到花苞不會開 像這個松桶枣的花苞 其實到最後都還會開喔 很厲害 對 那所以可以像這樣子 擺一個小小的盤子 然後擺在長型的茶几上面 當作裝飾 那其實也可以在家裡面 我覺得有些男生過年五天 也可以為女朋友做一個 像這樣子一個盆花 也會很漂亮 對 而且這個看起來 其實它是長長的 然後就是全部把它 集合在一起 對 然後就是你要找一些重點 那如果說像是你的男友 送一盆這樣花給你 而且說他是他自己擦的 自己擦的 你相信嗎 我開心喔 對 你相信嗎 這會不會又造成另外一個誤會 他說是誰 是哪一個人幫你擦的 對 不過這是一個 比較屬於餐桌花的一個形式 可以放在家裡面 然後 尤其是這個 在情人節的時候 通常如果你要送到辦公室的話 當然太棒了 就是有情人送花 可是為了今年的關係 所以會送到家裡 送到家裡 男朋友送花送到家裡 父母親會看到 對 所以這個花也要得長輩的緣 對不對 不能只是討好女朋友 像這個花你就會感覺上 如果是你男友送你這樣子的話 就會覺得 它真的是滿有氣質的 對 感覺上覺得溫文如雅派的 對 好 接下來再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那這個可能要送給比較甜美的女孩子 好 可愛喔 我們整個都利用這個粉色系的玫瑰花 然後利用這個蕾絲花邊 它就跟服裝一樣的感覺 利用蕾絲的一個效果去製作它 所以其實它就是一個白色的 其實就是一個白色的花器 但是去...這個在一些... 什麼特立花還是什麼 對 其實你也可以買得到 類似像這樣的貼紙 或者是你可以真正的蕾絲的布料 也可以把它放上去上面 那可能...當然看女孩子的這個... 這個個性喔 你要適當的送一些花材喔 可能你女孩子比較喜歡 剛剛的這種比較白綠色系 比較個性美的 那或者是你的女朋友 可能是比較甜美型的 你就可以選擇粉色系的玫瑰花 然後再加上蕾絲花 然後還有一些粉色的結梗 稍微把它比較可愛的喔 稍微加了一個小小的粉紅色的緞帶 把它做一個設計 其實送禮喔 要稍微看一下它的個性 然後再選擇花來送 而且這個像緞帶 有時候這個一整盆花 就是敗在那個緞帶上面 那這個緞帶看起來就... 真的很時尚喔 對 加了一個小小的黑珠子 對 然後它整個的這個質料啦 感覺上是覺得 不是說像那種 我們一般看到的 上面就是那種緞帶 然後都是只有亮面的感覺 對 其實現在也滿流行 像這樣很有質感的 然後並不是很華麗的 這種緞帶的一個製作方法 是 好 我這邊看到這個 林老師介紹的這一盆花 像玫瑰花來講 它也開得滿漂亮的 有一些含苞的 有一些開的 可是問題是我們自己的經驗 我們常常去買一些花 回家它不會開 尤其是玫瑰 玫瑰花 有時候就很難開 像我們通常喜歡買一些 當然比較含苞的對不對 這含苞的我們可以慢慢開 因為大家不喜歡買了開那麼大 因為只能幾天就沒了 可是那個含苞的買回去 它怎麼樣它就是不開 所以我們怎麼樣 第一個在選擇花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才能知道 就是說它不是冷凍的 因為聽說是冷凍的玫瑰花 才開不了是不是 對 那其實一般 我們在買玫瑰花的時候 稍微抽一朵起來 通常其實你剛開始買 玫瑰花的時候 一般大家都只有看花 其實你要看一下葉子的背面 是不是很新鮮 它的切口是不是比較綠的 就是這一段角的部分 如果它是冷凍花的話 可能它兩個禮拜之前就採回來 然後就放在冰箱裡面 這一段泡在水裡面的質感會變黃 就會變得比較舊一點點 所以其實你買玫瑰花的時候 最好不要說只有看它外表而已 內在也要看一下 看它的切口是不是黑黑的 盡量切口是新鮮的為主 然後看葉子是不是新鮮狀態 那當然有些葉子 譬如說有一些病變的話 它可能花也會開得不是很好 所以葉子後面也是乾乾淨淨的綠色系 不會有這種小斑點的蟲咬 或什麼的話 這花表示會比較新鮮一點 另外花頭部分 你這邊手部可以捏一下 是不是夠飽滿 紮實一點 對 有些花店會把這個花瓣 一直拔 一直拔 然後你摸起來就看起來它很瘦 所以你要摸起來是胖胖的 然後感覺還有很多花瓣 在裡面的感覺才可以 另外很多人會把這個外瓣 這一個焦黑的地方 或是你覺得好像有一點這種 綠綠 焦焦的感覺 把它拔掉 對 這種花瓣 如果你把它拔掉的話 它開起來會比較淡一點點 所以盡量的不要把這個 外殼的這個花瓣的這個 第一瓣花瓣把它拔掉 盡量不要把它拔掉 像這種盡量不要拔掉 對 盡量是 只有受傷的部分拔掉 不過外殼這一瓣 第一片花瓣盡量不要拔掉 它開起來會比較立體 如果你把它拔掉的話 開起來它就是坦坦的 會整個趴掉了 對 旁邊就是沒有一個防護了 對 是不是 所以盡量的還是要保留 它的這個外殼的花瓣 尤其是台灣的紅玫瑰 外面都會黑黑焦焦的 其實對我們花瓣葉子來說 那黑黑焦焦 才是最漂亮的地方 反而你把黑黑焦焦拔掉 只剩中間這個花心 開起來就是紅紅的 開起來就沒有層次 反而外面黑黑焦焦的感覺 開起來 紅的層次就會出來 才會漂亮 而且那個黑黑焦焦的就是代表 就是自然的 對 沒有拔過沒有被拔過的 是 所以說我們一般通常如果像去花式去買的 比較不容易買到冷凍的是不是 也不一定 因為有時候在產地那邊就已經冷凍了 所以其實當然在買花的時候 真的你要挑選一個有信用的花商 然後你再去買 因為很多時候當然我們專業的人 有時候也看不出來 因為它真的從冰箱拿出來 你也不知道它冰了幾天 是 對 那不過真的還是要稍微找一些 比較有信用的花店 然後跟他們買 那會比較有保障 是 尤其是玫瑰花 對 玫瑰花這個有沒有冷凍這個 第二天就知道了 對 好 這個就我們介紹另外 另外的這一個 這個是可以放在餐桌上面 對 非常漂亮的這個浪漫的玫瑰花 好 那在接下來我們再請這個 林老師幫我們介紹另外一個 好不好 像通常我們就是在情人節的時候 男朋友你看在路上 男朋友都會送你一束花 一個小的絨毛玩具對不對 對 那這些東西拿回家以後 我們要如何把它放在一起 感覺上又是另外一個漂亮的裝飾 好 那其實簡單的一個小花束 如果比如說你像家裡面 如果有像這樣的置物欄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陳列起來 那其實現在 黃色配粉紅色 對 超美的耶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配耶 好 其實現在有很多 這個情人節的時候 很多客人會拿一些 另外準備的禮物 除了鮮花之外 有時候像iPhone5 一個大盒子或什麼的 當然一般普通的時候 也可以加一個小熊在旁邊 那所以如果你在送禮的時候 然後有時候你不知道怎麼樣 把它裝在一起的時候 旁邊可以擺一束小鮮花 然後旁邊再擺一個貴重的禮物 那或者像你像這樣子 很簡單的一個小熊的 好可愛喔 這個灘碎熊的小玩偶 稍微把它擺在旁邊 稍微做裝飾一下 也很漂亮喔 所以其實送禮的時候 也可以像這樣送 或者是你拿到家裡面 你自己陳列的時候 也可以跟家裡面的一些小玩偶 一起來做搭配 是啊 這真的超可愛的耶 對 這個不只 你看 這不只小女生 你看我這個老女生 老女生 我都覺得我好想要喔 我告訴你 想要當人家好的女婿 我跟你講就學這個 你把這個拿去送你丈母娘 我真的不騙你 他一定會愛死你了 而且送丈母娘的時候 當然他這個小枕頭旁邊 你就可以加一點其他 看什麼樣比較貴重的 都寫好把它別在上面 別在上面一個漂亮的一個 這個別針啊 這個 所以今年其實很重要 因為要送到家裡面去喔 所以爸爸媽媽在看喔 所以男孩子挑禮物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點 對 而且呢 在這個部分呢 如果說你要孝敬你的這個 丈母娘啊 然後就是孝敬他們的話 其實在過年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綁一個紅包 紅包 對不對 就看你紅包的誠意了 對 這個感覺真漂亮 好 那這個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再請這個林老師 幫我們提醒一下喔 在這個年節的時候 我們送禮的時候 或是在情人節的時候 送禮的時候 有沒有就是說 送這些花財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什麼樣的禁忌 其實過年的話 其實好像都沒有喔 因為花就是發財的意思喔 所以好像過年 什麼花都可以送喔 當然菊花的話 可能避免白色系的 不過剛剛有講到 其實現在有很多新的品種 其實客人也接受喔 所以過年來說 好像任何花都可以送喔 那不過情人節喔 最重要就是 黃色系的花喔 千萬不要送喔 比如說黃玫瑰 那代表分離的意思 是 有一首歌嘛 對 還有一首紅色的玫瑰花 好 那所以 黃色的玫瑰喔 盡量不要送 當然數字上面喔 過年會比較有機會 四支花 對 那所以盡量不要送 四的這個數字 是 那情人節的話 當然他們有一些數字 比如說九十九朵天場地久啊 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五朵玫瑰花 天天愛你 那朵數的話喔 可以考慮一下它的數字 如果你不好用這個 口語表達的話 其實你可以利用花的數量 來做表達你的這個 這個話語 是 好 這個就是呢 我們這些送花的一些禁忌喔 一定要記得 不要到說送花不成 人家會覺得你送沒氣給他 對不對 你討好不成呢 讓人家更討厭你 那就不好了 好 我們知道了一些這個 花的禁忌之後呢 其實我們也要了解一些喔 其實花語有非常非常的多 對 但是因為不同的花語呢 也代表不同的意義 那我們今天這個請林老師 來教我們一下好不好 其實蘭花我們是比較少聽到 對 就是說蘭花它代表的什麼 當然我們知道 因為蘭花都是非常長壽的感覺 對喔 那它其實不同的蘭花 也有不同的意義 對 我們請這個林老師來教我們一下 好不好 這個你看 這個現在怎麼可以蘭花這麼大 長一個手掌 手掌一樣大 這個是特殊品種的蘭花喔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隨大 而且只要一株就好了 一株就足夠了 然後配上這個花氣 你看這個過年多漂亮 對 好 那蝴蝶蘭的話喔 其實現在真的 台灣真的種植得很好喔 是 那其實現在台灣 國外的這些蝴蝶蘭 其實都是台灣種植外銷出去的 那蝴蝶蘭的花語其實就是 福來了 蝴蝶蘭就是福來的意思 福來了 對 所以其實表示福氣來的異味喔 是 所以其實過年的時候 你擺一個蝴蝶蘭在家裡面 就有很有福氣的效果在裡面 對 因為我們通常需要多的感覺嘛 像其實我們現在的畫面上看到的喔 來這一邊喔 來看到這一 就很簡單的一個這個花氣 對 有點像葫蘆狀的感覺喔 是 葫蘆又好對不對 然後你看那些小小的 加上玉佩 然後小小的那個蘆 對 然後你看這個真漂亮 平安符 對 通常在這個部分我們 老師設計家的一個竹子 對 因為現在蝴蝶蘭 其實都種得相當好 相當的這個長喔 所以你加上一個竹子 也有支撐它的一個效果 那竹子也是有這個 節節高深的衣味在裡面 對 所以過年的時候 用一個竹子 不要拿一個木棍喔 拿一個竹子來稍微做支撐喔 反而有它的一個 裝飾的一個效果在裡面 對 而且非常簡單 對 九一顆就夠了 而且這個蘭花最棒的就是 像這樣一顆蘭花 其實我們如果要好好的照顧它的話 冬天 今年又特別冷 它可以開兩個月吧 對 蝴蝶蘭真的很耐的一個花材喔 好 這個就是蝴蝶蘭 還有呢 還有其他不同品種的蘭花 好 那這個叫東亞蘭喔 其實東亞蘭另外一個名字叫虎頭蘭 虎頭蘭 那它有蝴蝴身風的意識喔 所以其實在這個年節期間喔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虎頭蘭 那它有綠色 有這個紅色 也有這種淺粉色 相當多種顏色 甚至有橘色的虎頭蘭 有黃色的 還有橘色系的 還有金色系的喔 所以相當多種的品種可以選擇 所以虎頭蘭就是代表著 它為什麼叫虎頭蘭呢 有沒有它嘴巴有一點類似像 好像虎般的這種豹紋的感覺 就這個喔 它嘴巴上面的這個虎般的豹紋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它本來叫東亞蘭的 可是到過年時間喔 為了讓它有點虎虎身風的感覺 所以就直接把它叫做虎頭蘭 然後也是有一個 討喜的意味在裡面 好 像這個虎頭蘭 像 老師像這樣子的 就是把它切下來 放在這個裡面 對 加上水罐 這個可以多久 大概維持一個禮拜左右 這也可以維持一個禮拜 對 因為虎頭蘭是長這樣 直直長長的 對 那所以如果你要擦這樣 圓圓扁扁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一朵一朵把它 剪下來 是 對 這個要不要換水呢 不用換水 不用換水 對 所以記得要放進去的時候 一定要讓枝幹到底 對 枝幹在裡面 枝幹一定要到底 因為水分會慢慢往下降 所以質感部分一定要查到底在設影 好 記得了 蝴蝶蘭就是 蝴來了 蝴來了 虎頭蘭呢 就是要祝你虎虎生風 對 這個都是在過年的時候 都是非常有喜氣的花 大家就是記得了一些這些 小小的美感 你送花給人家 人家都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也今天在這邊 非常謝謝我們的林老師 謝謝 帶來那麼多那麼多漂亮的花 謝謝 也謝謝您的收看 樂活在人間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